这个是跳不过的 民国有两位先生是跳不过的 无论从教育 文学 艺术和人文 都是跳不过的 第一位就是胡适先生 他作为民国的国民政府的脸面 他曾经当过外长 驻美大使 他是一个民国政府的脸面 气质优雅 提倡白话文 他把整个中国的古典文学 向现代文学推进了一大步 尽管有很多人认为 因为白话文的存在 所以传统文学丧失了 这不可能的 学业里有的东西 你是不可能放弃的 假设你在台湾长大 你即便去美国活到八十岁 九十岁 只要有台湾人来拜访你 你脱口而出 这种学业里的东西怎么可能 会不见了呢 我不太相信所谓的文化 被从根上斩断这种说法 骨子里有的东西 它是不会被消亡的 只是什么时候被唤醒而已 胡适先生的这一件作品 很多人都认为 他的作品受到悲学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是没什么关系的 胡适先生的作品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 他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跟硬笔书法比较接近 就是他所使用工具的方法 比较当代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么因为本身他又是科甲出身 他对典型的管隔体 这种书法形态的掌握 是非常纯属的 所以他对毛笔的性能也非常纯属 那么他就采用比较古朴的横向曲式 在中国传统书法里面 文字形成方块的时候 它会显出很端庄的意态 这种意态往往长久了以后 就会变成比较矮版的形式 那么这种形式 回归到你个性的呈现的时候 你只要把它稍微的拉长 这个字就显得很骨骼 你把它拉高 它就会显得很有动感 所以中国的书法 其实这个设计 完全在于书写者本身 你怎么理解它 或者你意图把它变成什么样的东西 你如果希望你的作品 有一些灵动感 有一些与众不同 你就可以写快一点 加上一些连笔 它就变成了形感 如果动作再放大 它变成了草书 那你的情绪就能出来了 如果你想 这个字写的比较端庄 含蓄内敛 给人的感觉是很雅致的 很优雅的 你的笔画动作可以稍微慢一点 你把结构稍微往中宫凑紧一点 那他就写得非常端庄 很安静 胡适先生是个非常随性的人 这幅对联除了书法本身 带给人那种典雅的气质之外 这个内容非常有意思 叫听情之道性 这个性不是sexy的意思 它不是性感 或者另外一个意思 这个性是指性情的意思 避酒怕狂民 什么意思 不要喝太多酒 躲一下酒 为什么 酒能让人发狂 但是酒能让人发狂这件事情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 比较重要的酒能让人发狂 是唐代以后 那么唐代以前是什么东西 让人发狂呢 K粉 我们现在叫K粉 其实古代是没有什么K粉 海洛英这种都没有啊 它不是毒品 那是什么呢 在古代的时候 很多人为了让自己迷幻的时候 炼丹 到家炼仙丹 好多仙丹里面其实是含有 含有致幻成分的 就是嗨了你知道吗 竹林七邪那七个人 为什么那么怪 除了酒精的作用 就是丹药的作用 所以那七个人 在竹林里狂奔的时候 你能想象 这些人其实都是可嗨了 好 OK 好 我们的胡校长 第二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